现光袭来 陆辰本来能躲开 但他已经查知道 动手的人实力不低 要是马上就躲开 恐让人生疑 所以全力中了一件 这一件直接刺中的是云霄仙甲 鸡舍的火花顿时让整个双星楼金光缭绕杀气逼人 陆辰只觉得血脉翻涌如潮 一口鲜血就涌了上来 强忍着将一口惊血咽了下去 陆辰拧着眸着 看向那七楼的包房 而瞬间 他用眼角的余光 扫了一眼六层正下方的包房 那个包房的房门还是死死的掩住的 这么大的动静 所有人都出来了 就这间房没开门 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陆辰冷冷一笑 不再理会 他知道周长杰黄莲儿肯定在里面 而其中还有两股微弱的气息 实隐实现 应当是怕自己发现 故意隐藏着 不过 以陆辰如今的神识修为 除了杜杰后期以上的高手外 再怎么隐藏也是无用 双星楼大堂喧哗了起来 举头看凌空站在琉璃灯下 坐进御风车的陆辰 有人不尽惊呼出声 那是御风车和云霄神甲 里面是御狐 哪个人打起来了 什么人这么大胆 敢在赤练星行凶 御狐可是绿斗的贴身士童啊 不是惹毛了什么高手吧 那房间里的气息 好像是杜杰奇高手啊 赤练星本就是赤练宗的地盘 双星楼自然有不少赤练宗的修饰 一剑是陆辰 有些人开始拿出传讯玉牌来 给周家朱家 甚至是中理三老传音起来 听着下面的窃窃私语 陆辰神色凝重 心里一琢磨 诡计又冒出头来 他取出一架中品灵气的飞剑 对着里面喝道 什么人 藏头露尾 出来 一道黑影暴射而出 此人虽然黑袍加深 但难以掩饰其周身黄色的光芒 此人身后更是有一道道锐利的黄色剑芒 围着圆形在轻轻浮动 剑修高手 实力杜竭初七 陆辰眸子一斜 略带惊慌与狂妄着说道 大胆 敢在吃炼宗行凶 说 你是何人 黑衣人黄柱把自己的脸 捂得严严实实的 为的就是隐藏自己的身份 对于陆辰的贺问自然不肯回答 他只怒吓一声 去死 眼杖剑杀上前来 陆辰见状 朗朗一笑 手按御风车 化成金光一束 撞到穹顶 掠出楼外 杜竭初期杀合体后期 在赤炼宗这个地方 可是难得一见 无数修士 纷纷遇见而起 窜到楼外 皎洁的月光下 金光与黄光 形成灵力的对峙 其实黄柱也觉得匪夷所思 按理说 自己那一件已经有七层的功力 怎么也破开陆辰的防御 让他受重伤了吧 可是偏偏 陆辰只是气血翻涌了一下 然后就逃出了老远 那般速度 让黄柱颇为疑惑 然而 黄柱没多想 还以为 御风车的法宝作用 发挥了出来 举剑杀了过去 叮叮当当一阵响 大战轰然打响 黄柱与陆辰 你来我往 站得不亦乐乎 天空中 两道耀眼的光芒 分外凝彻 两人都在隐瞒自己的身份 几乎没有到处使用 皆是以剑敌剑 而陆辰借着御风车 云霄仙甲 两大防御法宝 时而火龙喷射 时而针芒纷飞 时而飞见玄武 显然明显处于下落 但一时之间 黄柱也不能将其击败 黄青竹 周云 周长杰 黄莲儿也跑了出来 他们没敢现身 而是站在很远的楼顶 朝着大战的中心观望 但见陆辰把御风车 使得炉火纯青 饶视周云也免不了发出一声感叹 诶 没想到这小子近些年把御风车使得这么好 御风车虽为法宝 低血认主就能使用 但当初周云炼制的时候 为了让法宝更加完美 加了不少中品下品的法宝在其中 整只御风车可谓浑身是刺 除了那七彩莲幕之外 针是抖风针 剑是上好的飞剑 两只火轮夹住的也是六阳针火 还有扶手处 更是能够让六阳针火用之不尽的 针火大阵禁止 总的来说 御风车是一件可攻可防的上好法宝 只要使用得到 合体后期对阵渡劫初期也并非不可能 再加上全然用于防御的云霄仙甲 至少可以抵挡对方五层功力的剑气 陆尘倒也跟黄柱占了个势均力敌 周长杰看得满头大汗 几倍直冒凉气 父亲 这御风车便是您也无法运用到这等地步吧 周云皱了皱眉 并无惊讶之策 平处道 不奇怪 此次近年来一直为老家伙办事 时常出入上古神魔战场 他没有过高的本领 就只能依靠御风车 想来平日里 他钻研御风车的时间不会少 周云说到这儿 也有些庆幸 毕竟他还不想让陆尘死 只想借助黄柱的手 泄一番怨气 不过这样一来 黄柱就麻烦了 若玉湖真的是陆尘 一时半会儿 还真就没办法套出他的底细 四爷爷 黄莲儿秀眉微紧 问了声黄青竹 黄青竹扶跑指住黄莲儿 沉声道 再看看 御风车和云霄仙甲需要强大的法力支撑 现在还看不出什么来 如果他是陆尘 过会儿立节的时候 定会暴露 嗯 既然说完 不再交谈 紧紧的凝视着战场中央 砰砰砰 大战持续 眨眼间便是上千招一锅 陆尘打得满头大汗 毕竟强行压制实力 只用宁心寒霜诀 跟一个杜杰出气的高手相遇 陆尘也颇敢吃力 但这样也好 省得人家看自己游刃有余 多加猜测 法力涌动间 陆尘暗动的扶手 喷出上百条火龙 皆是被黄柱以剑芒劈开 一道道黄色的剑光 刺打在七星帘幕上 整只御风车 都传出砰砰的响声 那七彩光斑 时明时暗 厚力不济时 陆尘皆是会咬着牙 往里面灌注自己的法力 黄柱的汗也下来了 他本以为收拾一个 合体后期的小子 也就是眨眼之间的事 但一打起来 黄柱方才知道自己失策了 妈的 玉风车果然厉害 周云这个王八蛋 没事把这件法宝给他干什么 诅咒着 黄柱又加了一分力 杜杰出奇的修为 陡然驶到了九层 眼看着就是全力了 陆尘的压力骤声 云霄仙甲 下意识地放出金光万道 防御尽致全数打开 暗动玉风车 抛出一捧针芒 欲动保车 远远退开 之前是对阵 现在 便是周旋 陆尘不会跑 也不可能跑 对方毕竟是杜杰奇高手 跑是跑不掉的 如果落跑 只能让自己的计划 不攻自破 周旋间 下方修士 一个个感叹连连 震惊着陆尘的实力 哇 那道身边的四童 居然这么厉害 都能跟杜杰出奇高手 打上一阵了 某妹妹眼放艳羡之色 花痴啊你 没看到那是预风车吗 还有云霄仙甲 某男不屑的撇了撇嘴 放屁 预风车给你 你能撑到现在 花痴女不干了 反驳道 这个 不说话了吧 法宝也要谁去用的 就凭你 欠 某男不敢反驳 左思又想大声道 厉害个屁 依我看 肯定是那个杜杰出奇 是个半吊子 要不然 怎么收拾不了玉壶 修炼到这个份上 真是丢人啊 听着下方传来的细语 黄柱险些没一口气 憋死在当场 骂他 说什么呢 不行你来试试 黄柱老脸扫得通红 心里还暗暗庆庆呢 还好 穿一件黑袍 要是让人看见 堂堂皇家杜杰出奇高手 连一个合体后期的小子 都收拾不了 得多丢人啊 越想越来气 一怒之下 黄柱李鹤出声 一道剑光从其口中 积涉至高空 那是一柄剑 极品法宝飞剑 此剑长无耻 剑身 满布浮露花纹 一看就是难得一剑的法宝 周云见黄柱愤怒 大吃一惊 刚要动手阻拦 却被黄青竹拦了下来 周兄难不成想让玉虎知道 你就在这里 这 周云闻言 马上连起法力 想想也是 自己的儿子 说自己把他们找了出去 这时候出现 不是自打自家脸吗 庆祝兄啊 但是周云不甘 玉虎要是出了事 对他可是没有半点好处 让黄兄住手吧 玉虎出了事 日后的大忌很难实现了 放心 黄柱自有分寸 黄青竹是铁了心的 想看看玉虎到底是不是陆尘 在他的心里 就算玉虎死了 也没什么 当然 这番话 他不可以说出来 周云暗恨 后悔自己让周长杰 把陆尘叫出来 不过 当时的情况 可不容他去多想 那是皇家 非比等闲啊 正焦急着 黄柱杀到了金钱 耀眼的强光 全然包裹在剑身上 千万剑芒化为一柄 凌凌的刺动了七彩莲目 弃声明翠 而又尖锐的撞击声荡出 那七彩莲目的光滑 眨眼间收敛到极致 雨风车的防御 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黄柱一剑破开 下方人群倒吸了一口凉气 就看着那剑尖扎到了云霄仙甲上 当当当 火花四射 陆尘身形暴退 坐在御风车里 紧不住的呕出一大口血来 喷到了黄柱的脸上 王八蛋 我跟你拼了 在外人眼中 黑衣人这一剑激起了陆尘的怒火与潜力 只听雷鸣般的一声大喝 陆尘宁起指觉 周身寒气一领 化成千百兵刃击向黑衣人 而黑衣人根本不躲不避 护体 剑纲 外掌半米 将所有攻势 全数震开 哼 这次看你还露不露底 再过一寸 就算是陆尘 那一剑之下 也要伤 而他的死 黄柱从来就没有在乎过 宁孝间 不少人闭上了双眼 不敢看那剑芒穿透陆尘的身体 可就在这时 陆尘咬了咬牙关 举手便是掏出一张黑色的符咒 用力的拍向黄柱的头顶 黑色 八品符 是炼宗朱平斯的房中 朱平斯正和大儿子朱然 苦心策划着未来 这两件宝甲是为父多年前 从上古神魔战场带来的 品杰在上品灵器左右 然而 你让下面的人赶快投入炼制 周家向来以非剑非真闻名 我们也必须准备些攻击性的法宝 嗯 朱平斯想了想 说 品杰不要太高 中品到上品便可 这样可以有更多的人来买我们的法宝 另外 朱平斯明思苦想 突然 朱俊火争火了的从外面跑了进来 父 父亲 父亲 不好 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成何体统 看朱俊满头大汗的样子 朱平斯极为不悦 朱然也很是纳闷 自己这个弟弟平时虽然没什么建树 但也从不鲁莽 朱俊也不管朱平斯的责备 慌忙说道 父亲 不好了 玉湖 玉湖被人追杀呢 什么 朱平斯诸然文言 大吃一惊 被追杀 那小子又惹到什么人了 不知道啊 朱俊强咽了口唾沫 急道 父亲 你快去看看吧 出手的是杜杰除气高手 迟了 盘来不及了 父子三人一起飞上高空 一边飞掠 朱平斯一边问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朱俊回答说 父亲 孩儿也是刚刚听说 今天晚上 朱长杰请了玉湖到双星楼 还有黄莲儿坐陪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打了起来 那朱长杰呢 朱然马上发现其中的问题 不清楚 朱俊摇了摇头 店里小二看到玉湖进去不久 周长杰和黄莲儿就出来了 跟着突然出现一个神秘的杜杰出气高手 就打起来了 朱俊说的如同身临其境 全身发颤 不得不让朱平斯正视其此事 周长杰 黄莲儿 朱平斯风风火火的预见飞行 寻思片刻说道 三位长老知道这件事了吗 朱俊点头道 已经通知了 正往那双星楼赶呢 好 朱平斯应了一声 忽然眼角弯起一抹笑意 父亲 你认为这件事跟周家有关 朱然心思白转 条理清晰 朱平斯说 就算跟周家没关系 相比跟黄家也有关系 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双星楼外 浓缩的黑光恐怖到了极点 那一刻 银月都有褪毙的迹象 大战不过半个时辰 闻风赶来的修士不在少数 五宗三族皆有之 神魔星离赤恋星并不远 仅仅一个传颂阵之隔 之前的小半个时辰内 从神魔星到达赤恋星的传颂阵 都出现了拥堵的现象 幻尘星宇这种地方就是这样 千万年来的潜规则 让很多人都知道 这里并非是一个经常出现高手对决的场所 何况是绿豆身边最信任的四童 在赤恋宗自己的地盘被人追杀 出手的还是神秘杜劫初期高手 人们当然不想错过这个热闹了